主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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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鄉馬光是個農村 北邊歷屬胡偉堂藏的馬光農場 在甘蔗採收後 空旷的土地成为艳痕活动的天地 艳痕属于珍贵稀有保育类的夏候鸟 最大特征是淡灰色的喉部和上胸的黑色半环 体长约24公分 围宇身差 壮如燕 以类似燕子飞行的方式飞行 用嘴兜補空中的飞虫 或至地面灼取蚯蚓 同时具有燕和痕的特性 所以叫它燕痕 燕痕每年四五月间远从澳洲飞到台湾繁殖 到了十月间雏鸟长大后再一起离开 我们一直关注着燕痕的来去 它的来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巧妙 就是刚好它们可能甘正收成完 到下一期它要在真正做的时候 刚好它完成它的繁殖的一个使命 它腹地很广 所以干扰少 然后就每年都可以看得到它 最近好像有听到 县府可能要做某一程度的开发 目前还没有成定案 我们并不反对开发 但是如果说在开发的前面 能够对一个当地的一个生态 做一个了解 即便是开发 我们也希望说 不要去影响到原来的 生物的一个气息 这样子 马光垃圾场北面 近几年来 常可看到 成群的埃及圣环 全身脏细细的 好像流浪汗 埃及圣环是外来鸟种 成鸟长68公分 身体全白 后鱼黑色 头部颈部黑而凸 最醒目的是那 后而弯式镰刀的嘴灰 属肉食性鸟类 我们曾在很多地方 看过埃及圣环 总认为它们应该只出没在 沼泽、湿地或泥岭地 但没想到 在这乡间的农地上 竟也大量出现了 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 实在太强了 埃及圣环在台湾鸟界 几乎没有天敌 林务局曾运用各种办法 减少埃及圣环的数量 但看来是做白宫了 距离马光农场不远处 有一片竹林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对黑赤鸢 黑赤鸢鼠二级保育类动物 身长35公分左右 与鸽子差不多 我们又叫它鸽子鹰 纯白的身躯 黑色的双翼 红宝石般勾混了眼睛 黑色的过眼线 顾盼之间 英姿惯发 美丽极了 它可说是台湾天空最美的毛巾 它们育有三只幼鸟 眼睛橘黄 背上有浅荷色羽毛及淡色羽圆 栖息在竹枝上 时而飞出 盘泉于天空 时而站立在电线上 不久又飞回图之上 这是幸福的黑赤鸢家族 猛琴来讲 其实我们站在欣赏的立场 来看它算是一个很漂亮的鸟 鸟类这样 它适应环境能力很强 然后它密食的能力也很厉害 它主要吃老鼠 那以吃老鼠的一点来讲 其实对农作来讲是一件好事 黑赤鸢在我早期赏鸟的时候 是很稀有的 但是它应该也是引进种的 我们现在在面对生物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用生物多样性 然后我们希望的是原生的鸟类 就是延伸了一个生物在我们的环境 在马光农地上空 常看到成群飞舞的白鹿狮 它们是黄头鹿 黄头鹿早期又称为牛背鹿 随着农村耕作形态的改变 现在它们在耕耘鸡四周 着实被惊起的昆虫 或可改称为耕耘鸡鹿了 花生采收时 黄头鹿随着采收鸡前进 稻谷收割时 吸引了成群的黄头鹿 甘蔗采收鸡也纷纷飞来 黄头鹿的觅食姿态 美妙极的 很值得我们细细欣赏 在我早起赏鸟的时候 其实是不太容易去看到陪管马鲁 然后它跑到深山区 这几年普遍的进到很多的学校 或者是公园 我们每天到马光国小 都可以看到黑关马鲁 黑关马鲁俗称大笨鸟 站立时大约47公分 习性温吞不怕人 时常在校园里走动发呆 呆萌的样子看起来超级可爱 它觅食时 优雅的动作好看极了 黑关马鲁一年繁殖一到两次 美窝三到四枚的白色圆形卵 你看吃完蚯蚓后的黑关马鲁 又去喂食了 黑关马鲁可说是最亲人的野鸟 在马光农场旁边的一块农地 我们发现了柴玉 它是珍贵稀有保育类的牛鸟 柴玉身性害羞 形中极为银币 所以不大容易见到 柴玉最大特色是 一七多夫制 绝大多数动物外表都是雄性美丽 雌性普通 柴玉则完全相反 柴玉母鸟体色极为艳丽 柴鸟则显得暗淡些 体型也较小 繁殖期间 母鸟会发出如陶笛般的求偶身 以吸引熊鸟 交配产卵后 就由公鸟孵蛋并育除 母鸟则拍拍屁股 令群新欢趣冷 公鸟带着幼鸟到处觅食 幼鸟紧跟着老爸 等老爸找到食物后 立即上前取食 公鸟可说是 鸟类中的模范父亲 遇到的危机就是 它有时候会产卵 直接就产卵农田里面 所以它受到干扰比较多 透过生态推广的方式 至少让农民可以知道它之后 能够不要干扰它 甚至是伤害它 如果说政府再更有作为 其实就会比较像 冠田的水质这样 让它们自己做 精致上有一个回馈 然后第三点就是 现在目前农业的一个灌溉沟渠 其实水泥化很严重 有时候不小心 那个水 那个采域的小鸟掉进去 它就没有办法爬上来 说你在做这些的时候 也能够去顾虑到 生物的一个繁殖 每年北风一起 小变痕便会飞底 麻光浓历过冬 小变痕喜欢在土豆田里 我们昵称它为土豆鸟 又因叫声像猫 所以也称它为蚕鸟啊 小变痕密食的动作 十分有趣 只见它剁着暗红色的脚 惊动了地底下的蚯蚓 再拉出来 啄一啄 洗一洗 然后才吞噬 小变痕的警戒性很高 只要看到人影便飞走了 他们喜欢结群飞行 满天飞舞 真是壮观 从北方出来炸到了小变痕 吃熊鸟体色大致相似 身上披着暗橄榄绿的衣裳 胸前围了一块黑色大围兜 脸上有条纹 好像国具中的大花脸 头上还绑着小变子 它是台湾恒科中 唯一有长变子的水鸟 因此也有人称它天线宝宝 隔年的二三月 熊鸟猴腹的毛色 逐渐变黑后 我们才得以分辨出熊池 这时的小变痕 已经长得肥肥壮壮的 各个蓄足了体力 等到南风一吹起 便陆续回到北方去繁殖了 我们云林县野鸟学会 在每年的一月 也都会办理土豆鸟大集合 这个活种去年已经满十周年 今年将迈入第十一周年 既然已经办了那么久 我们马光周遭的农田里面 也都有它的中心 希望大家也能够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观察 然后换起我们对这个土地的关注 分辨鸟种也是赏鸟的一大乐视 外来种鸟 白尾八哥和家八哥 你分得清楚吗 下次你看到八哥食物 可得仔细分辨一下 俗称半尬的台湾斑鸟 包括红鸟、珠景斑鸟 及金贝鸟三种 你会不会分不清楚呢 家燕、吃妖燕、小鸟燕、羊燕 和中沙燕 都是我们马光常见的变识 但愿你也能辨识它们 喜欢它们 马光野鸟种多 稻谷成熟后 一寝自来的麻雀 冬后鸟急先锋的阴斑玉 熟名书医生的小琢木 熟名书医生的小琢木 繁殖起羽毛耀眼的金斑横 快速走动的黄吉林 快速走动的黄吉林 隐身树虫觅食的番鸟 善于金银小家族的宏观水姬 善于金银小家族的宏观水姬 嘴短脚快的小环紧横 有着仙童长腿的高敲横 以及其他种种的野鸟 只要你愿意到农地走走 将会有很大的发现和惊喜 我们马光的鸟种 目前初步大概 里面地区能够有 大概将近100种鸟 其实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有时候对一些生物的 没有去进到保护的作为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 我觉得说我们可以生态扎根 好到一些国中小和幼稚人去宣导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 透过讲座的方式 以轻松的影片欣赏 或者是图片的一个介绍 跟社区民众做一个交流这样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社区也就有很多的人才 比如不管是摄影或者是录影 我们可以办摄影展 甚至是一个机会片展 好这样的方式去推广这个生态 不同的鸟种 举不同的特色 让人们认识自己家乡的野鸟 是我们的愿望 赏鸟 乐趣无穷 你也喜欢吗 在主座鸟 许多长 我示茗 willkommen io 你 看一下